很多人不喜欢它的味道,但是有些人却单单爱上了这个味道。 虽然它的味道有些怪,但是对人的身体来说简直就是太好了。 香菜,学名原虽,是一种有特殊香气的植物。 石精,盐其钓石下气。 石疗本草,盐其利五脏,不经脉,煮消骨能食,治长风。 中医认为,香菜性卫星,温,入肺,脾筋,有发汗透震,消食下气之功,适用于感冒,小儿麻疹或风疹透发不畅,饮食机制,消化不良等。 营养分析表明,香菜含挥发油,维生素C,苹果酸甲等。 香菜的香气是由醇类和锡类组成的挥发油及苹果酸甲引起的,入食后可增加胃益分泌,增进食欲,调节胃肠蠕动,提高消化力。 最近,日本一家香菜温泉火得很,来源,新华网,泡在香菜汤里是什么感受? 这个画风你们可以感受一下,隔着荧幕都可以闻到味道,据说有很神奇的治疗效果哦。 如果你口味不够重不敢泡香菜玉,不妨试试把香菜煮一煮吃,效果会让你大吃一惊哦。 香菜辛香生散,含有原虽油,能驱风解,促进胃肠蠕动,开胃醒皮。 并且,香菜性温,脾胃虚寒的人喝香菜水可起到温味散寒,助消化,缓解胃痛的作用。 据加拿大报道,每天吃点香菜就能很好的胃肾脏排毒。 当地自然疗法医生介绍,香菜在移除身体积累毒素的同时,还能维持肾脏健康。 而用香菜给肾脏排毒的最佳方式是饮用香菜汁,坚持喝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和之前有很大不同。 香菜不仅含有植物蛋白、钙、磷、铁、甲其多种维生素,而且还含有丰富的磁二醇、磁三醇,二者能调理女性性激素水准,促进排卵。 用香菜治疗排卵障碍所致的不孕症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,方法就是水煎浮。 香菜具有显著的发汗清热透枕的功能,其特殊香味能刺激汗腺分泌,促使机体发汗、透枕。 香菜还具有促进周围血液回圈的作用,能在短时间内排汗退烧。 香菜还有降血压的作用。 据报道,鲜香菜10公克,加个根10公克水煎浮,早晚各一次,每次浮50毫升,浮10天为一个疗程,对治疗高血压有辅助疗效。 香菜在营养价值上的作用很高,如果你能接受香菜的味道,尽量多吃点哦,它对身体很有益。 让我们从来顾为炭帖热透极度固有多少场演出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